大约是因为设了结界的缘故 魏无羡这一觉睡得格外好 蓝旺鸡一开始并不想叫醒她 可以燃到了午饭时间 再不回去就迟了 魏英 起来了 回去吃午饭了 蓝旺鸡轻轻将搭在魏无羡脸上的头发 替她拨开 拍了拍她的肩 蓝旺 魏无羡刚醒 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半天才闹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我睡着了 魏无羡支起脑袋揉揉眼睛 然后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我写完了一篇页列笔记 你看完书了 你好像在找什么 找到了吗 没找到 等找到了 再告诉你 蓝旺鸡替魏无羡把睡乱了的头发捋了捋 走吧 回去吃饭吧 下午你还要去叔父那里上课呢 你看了我写的页列笔记吗 怎么样 精彩吗 是不是比你写的好 魏无羡件桌上的页列笔记已经被整理好放成一叠 就知道一定是蓝旺鸡已经看过了 精彩 比我写的好 蓝旺鸡确实自叹不如 他觉得虽同为页列笔记 他和魏无羡使用的根本不是同一种问题 等我写到恒舟的语绝对还要精彩 你看着吧 到时候拿去给兄长瞧瞧 他一人在家替你忙公务 咱们出去一趟也没给他带点什么 总得说几个好听的故事给他听嘛 你说他会不会喜欢 魏无羡睡饱了 兴致勃勃的 会 蓝旺鸡说 今日邀了兄长一起去敬事吃饭 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一篇拿给他看 兄长来敬事吃饭 那小公子会不会一起来 魏无羡对小公子实在是又爱又怕 小公子若一起来 你能好好吃饭吗 一提到狗 蓝旺鸡就有些沮丧 关于魏无羡怕狗这个问题 蓝旺鸡始终觉得是个巨大的隐患 魏无羡如今的确是有一颗强大的金丹 有陈晴 有随便 无论是人还是妖魔鬼怪 都不可能轻易伤得了他 但如果是狗呢 一只大黑狗就能让魏无羡魂魂飞魄散 陈晴和随便再厉害也派不上用场 若是一群狗呢 蓝旺鸡连想都不敢往下想了 所以怕狗这个问题还得解决才行 否则私命一定会拿魏无羡这个致命弱点大作文章 但如今看来 要让魏无羡克服对狗的恐惧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他不怕小公子 外面的狗他绝对也是怕的 既然魏无羡不可能不怕狗 蓝旺鸡就只有调整思路 因此整个上午他都在查资料 想看看狗到底最怕什么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狗也怕魏无羡呢 可是藏书阁里所涉及动物的书籍 无一例外记录的都是神奇动物 完全不涉及狗这种最常见最普通的动物 是啊 仙门的人怎么可能对狗感兴趣呢 云深不知处 哪怕一个十岁的小弟子所掌握的剑法 也足以应对最凶猛的狗 藏书阁又怎会有关于狗的文字资料 虽然蓝旺鸡毫无进展 但他仍然相信这个思路绝对是正确的 这世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狗害怕的 只要找到这种东西 让魏无羡随身携带 任何狗一遇到魏无羡就会掉头逃跑 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明天蓝旺鸡还打算在藏书阁继续搜索查询 如果蓝家的藏书阁实在找不到线索 那么就发动其他几家帮忙一起去找 江家 金家 孽家 或许 或许关外仙门在这方面会更有办法 他们那里靠近游牧民族 对狗更加熟悉 蓝旺 既然不带小公子回静世吃饭 那我们就绕道先去兄长那里 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他总可以吧 魏无羡哪里知道 蓝旺鸡整个上午都在喂狗而烦恼 当真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怕成那个样子还想着他 蓝旺鸡无奈摇头 唉 小公子要是永远长不大 永远是条小奶狗就好了 蓝旺儿 你干脆再给我养一条那种 小小的长不大的狗吧 魏无羡好怀念小公子小时候的样子 毛茸茸的 小小的 多可爱 蓝旺鸡听闻 简直如临大敌 一条狗在家自己就已经提心吊胆了 还要再来一条 绝不 但自家道旅的要求怎可能直接拒绝 好在蓝旺鸡到底是个当了先都的人 这点策略还是有的 他不急不缓地回答道 可以 不过你若再养一条狗 小公子会不会伤心 蓝旺鸡此言一出 魏无羡深以为然 迅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蓝旺儿 还是你想得周到 小公子一定会以为我喜心厌旧 他会伤心的 从藏书阁出来 离兄长那里还有老远的距离 魏无羡就不敢跟蓝旺鸡并肩走了 捏手捏脚地跟在蓝旺鸡身后 走走停停 魏英 我在这里你不用怕 蓝旺鸡回头看他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又心疼又好笑 狗是魏无羡的心病 也是蓝旺鸡的心病了 兄长 我们来了 还没进兄长的门 魏无羡先高声招呼了一声 昨日被小公子那一扑 他实在是心有余悸 忘记 无羡来了 放心 我设了结界 小公子出不来 蓝旺鸡笑着从屋里迎了出来 魏无羡这才松了口气 蓝旺鸡的书桌旁 小公子就趴在那里 一见到进门的魏无羡 就激动地想要冲出来 可是无形的结界又将他给反弹了回去 他有些不解又试了一次 仍然被弹急得原地直打转 蓝旺 把结界撤了吧 还是你按住他 让我摸摸 他这样太可怜了 魏无羡于心不忍 但又没胆子自己去跟小公子亲近 忘记 你打算怎么安置小公子 蓝旺鸡昨日见魏无羡被小公子吓成那样 就开始担心蓝旺鸡会把小公子送走 兄长 小公子若一直养在你这里 可以吗 蓝旺鸡撤了结界 蹲下来按住小公子 抬头跟兄长商量 可以 无羡随时可以过来 我一定把小公子关好 不会再发生昨天那样的事情了 蓝旺鸡如是重负 他是真的舍不得小公子了 即使魏无羡把小公子带回近世 蓝旺鸡都觉得舍不得 更不要说送出云身不知处了 毕竟自魏无羡那次受伤之后 小公子既基本上跟着蓝旺鸡 说起来 他跟着蓝旺鸡的时间 比跟着魏无羡的时间还要长些 谢兄长 昨日蓝旺还说 要把小公子送到莲花屋去 我坚决不同意 小公子还是在你这里 最好不过了 魏无羡绕到小公子背后 半蹲着摸摸小公子的头 小公子舒服得直哼哼 尾巴又摇又摆 兄长 竟是那边 午饭一定已经好了 我们过去吧 蓝旺鸡知道 兄长和魏无羡如果在小公子这件事上 绝对是站在一边的 自己还是不要参与这个话题为妙 兄长 我写好一篇页列笔记 你要不要看看 魏无羡很想好好感谢一下兄长 他觉得 这会儿唯一可以做的 也就是给整天待在云身不知处的兄长 讲个好听的故事了 好 我很想拜读一下 无羡的大色 蓝旺鸡此刻格外高兴 他再也不用担心小公子何去何从了 你应对哦 我还好�变 我今天就好 好 你们需要 尊重 没有 我 不 我